我們上課才曉得說 有很多人他是連天干跟地支都不知道的 他從頭開始來 那有一些人呢 他已經有一些些自己的經驗 課程在進行的時候呢 如果兩種學生同時放在一起 有些同學他就會覺得他跟不上 欸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啊 有長期在看我的粉絲的人 或者是YouTube上的網友 就會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課程裡面呢 都增加了一個入門班 入門班是由學會的老師 也就是在我們這邊呢 整個受了完整的訓練 然後培訓之後呢 成為學會的老師 那很多人呢 在報名的時候都會問說 那這個入門班跟初階有什麼不同 實際上我們在剛開始 我在教課的時候啊 我們其實呢就是四個學生 那我這邊的課呢 我們剛開始 我的第一階段也叫入門 那後來呢 我把我的第一階段改成初階 然後新增加了一個入門班 那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區別呢 其實就是因為說啊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啊 那同學之間呢 有一些人他是完全沒有經驗的 然後我們上課才曉得說 有很多人他是那個 連天干跟地支都不知道的 他從頭開始來的 那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是已經有一些些自己的經驗 比如說看我的頻道 或者是看別的老師的頻道 或者是他自己可能有買書 有研究過一段時間了 課程在進行的時候呢 如果說啊 兩種學生同時放在一起 有些同學他就會覺得他跟不上 原則上呢 我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講過一遍 有學過的同學 或者說自己本身就有自學過的同學 或是平常就有研究的同學呢 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等於重新幫你複習也好 重新幫你重新訂正觀念也好 可是完全都沒有經驗的同學 可能他就會覺得很有壓力 因為看到另外的同學 再問了問題然後他不動 那剛開始我們覺得 你只要願意認真花點耐心 慢慢慢慢的 即便你完全的都不知道 反正天干跟地支 我也是一樣重新講字給你聽 很慢的去講一些基本的東西 但是還是有些同學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此呢 我們就另外多開了入門班 然後呢我自己的第一階段的課呢 改成叫初階班 那開始就會有同學會問說 那這樣子入門跟初階的差異性在哪裡 最大的差異就是 如果你已經長期在看我的節目 然後你已經有一些基礎的底子 那我們會建議說 那你可以上初階 那如果說呢 本來就是沒有經驗 然後只是現在對斗速有興趣 然後呢剛好不小心呢 你搜尋了那個指揮斗速之後發現 我的頻道跳出來了 然後一看了幾段覺得很好笑 你也想要削 因為我們現在應該是那個點閱率最高的 所以一搜尋大根或指揮斗速 應該最先跳出來就是我 那如果完全沒有經驗的 我們會建議去上入門班 為什麼會如此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初階班的時候呢 也會把所有的東西都通通講過一遍 但是呢我們呢 會有一些真的很基礎的東西 譬如說天干地址啦 然後譬如說命盤上面的五行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呢 可能我們就會跳過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講義 那講義上面會有 我們會建議大家就回去 看講義就好了 而不用 雖然我的課程 應該算是 行內啊 不算貴的課程 我們大概是比一般 有名的老師那種一年15萬的 我們大概只有 八折的價錢 七折的價錢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可以利用寶貴的時間 教大家一些 你在Google上Google不到的東西 我們的課程呢 以我自己的課程呢 大概有四個階段 那總共一年的時間 這一年的時間呢 我們會教 包含南派重要的技巧 跌攻 暗和攻 然後呢 北派非華的技巧 會告訴大家 怎麼去自己學完以後 你還可以自己 透過我們所教你的邏輯 自己不斷的在精進 因為你不可能一直在我這邊上課 你總是學到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自己想要自己越來越進步 所以我們會教你一些 在命理上面一些學習的技巧 包含 抖素的心藥 它到底應該要怎麼看 才會學得很細膩 而不是單純的貪囊心 永遠都在被淘化 劇門心永遠在被抠舌 讀來讀去 有很多人上了三年的課 他劇門心問他有什麼問題 噢 口舌 沒有其他的 怎麼可能是這樣子呢 我們會告訴你說 這些高手老師 他如何把一個劇門心 有的老師可以把劇門心 竹竹寫這麼厚一本書 那他是怎麼做到的 從抖素全書上面一個劇門心 只有大概上千字的敘述 變成這麼厚一本 他怎麼做到的 他怎麼在心藥的組合跟拆解上面 可以去讓一個劇門心 不會只有口舌這個意思 每一個心 貪囊心他不會只有桃花這個意思 太陽心不會只有男人這個意思 他怎麼去做到很細膩的解釋 這個我們會在課程中間 會告訴大家 因為這樣子呢 讓你在初階的三個月裡面 你基本上呢 就可以至少在解盤上 又很精細的一種細膩的解釋 譬如說同樣貪囊心 他對公是無趣 對公是連真 對公是指揮意思不一樣 同樣聚門心 跟天際同工 跟天際對工 他意思就會不一樣 那你怎麼去解析這些東西 那不是背 這必須要用邏輯跟推理的 所以我們會教的是這個部分 那當然還有包含了 台灣主流流派的一些特別的技巧 一年的時間 希望大家學會之後 你要至少要能夠自己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會在四個階段裡面 每一個階段都讓你可以在這個階段裡面 學到一定的使用方法 譬如說出階 三個月上完你至少星要 要能夠解釋得很細膩 不要只會很單純的解釋說 比如說貪性就是女人 要能夠很細膩去推敲你的命盤 然後基本的解盤邏輯要用 基本的那個疊功啊 這些東西要用 疊功而產生出來的各個的變化的 組合了基本的結構要會 到了進階班高階班呢 我們會就各個不同的議題 去做深度的解析 然後用命盤來告訴大家說 你怎麼樣去看出很細膩的事 譬如說怎麼會被仙人跳 仙人跳會有什麼樣的跡象 怎麼樣會被朋友跳票 被朋友榨拆了 怎麼樣在公司內鬥的時候 知道說你其實有小人 然後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職業班的時候 才能夠去談一些更深度的 開業的命理師會用到的技巧 那因為一年的課程裡面啊 我們幾乎講授了 也許你在別的地方 要學三五年的東西 那課程密度非常扎實非常多 因此呢 初階的課程裡面啊 我們就會希望說 你自己啊 如果是希望課程可以慢慢講的 或者是說呢 你在剛開始的時候 希望有很多問題可以問老師的 當然不是說初階的時候 我就不讓你問問題 而是說我們的課程進度很快 因為要教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進度很快的情況之下呢 很多很基本的東西 我們大家就不會教你 譬如說排盤我們也不會教 為什麼 你手排盤Google就有了 反正Google有的 我大家都不會教你 我們教的呢 都是你在網路上 一般書面比較不容易找到的 思考的邏輯啦 判盤的邏輯啦 所以為什麼 我們會強調說 即便你在別地方學過 上午的課要從初級開始 就是因為 我們幾乎從初級班 剛開始我們就在接盤 當然你如果是那種 喜歡挑戰難度的 或者是說 你覺得沒關係 老師的速度比較快 我可以自己回家複習的 我們就可以建議說 沒關係 從初級開始 可是你如果覺得 你真的就是一個 剛開始學 然後你希望慢慢慢慢 去瞭解的 那我們會建議 從入門開始 我現在示範一下 初級班入門班 在講十二功的時候 它的差別是什麼 現在這個是呢 初級班 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 這個是命功 命功如果在指呢 對功呢 會是遷移功 命功代表什麼呢 命功代表 那個你這個呢 個性價值 然後你這個人呢 一輩子啊 所代表的所有的事情 命功同管十二功 那對功呢 就他外面 每一個功為對功 都是他的遷移功 那遷移功呢 都代表他這個功為的 內心世界 跟外在展現的情況 因為人呢 會因為內心生疏的情況 而去表現於外 這個是初級班上課的進度 那如果是入門班呢 入門班的講法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是入門班的老師 我就跟你講說 命功啊 如果說我們是在這個位置呢 好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遷移功呢 會剛好在對面 那命功會代表什麼呢 命功啊 就代表 你看 命功嘛 指的就是說啊 我們這一個人的生命情況 是什麼樣子 一個人生命情況呢 會包含什麼呢 包含了啊 十二功所有的東西呢 都可以算在命功裡面 所以我們會說 命功呢 他管理了十二個功位 十二個功位呢 都會跟他有關係 你的個性 特質 會去影響到了 你的感情價值 對功的遷移功呢 會代表內心 內心深處是什麼意思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整個的速度跟進度 不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其實就是 初階跟入門啊 在上課的一些差異性 我們初階班 其實會把入門班上過的東西 重新上一次 但是速度會快很多 為什麼 因為趕快幫大家 把基礎建立好之後 開始進入那個很靈活的接盤模式 招攬接盤模式 因為我們覺得說啊 人生是需要思考的 人生不是背送的 但是我們在思考之前 必須要有一些基礎的規則 跟規律放在那邊 我們才能夠在那個基礎上面 做出精確的推驗跟思考出來 所以呢 很多人在問說啊 他到底該上入門 還是該上初階 經過今天的影片呢 希望可以讓大家有更清楚的了解 入門的老師 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他們程度會不好還是怎麼樣 我告訴你 很多人啊 他們都是報了我初階班之後 回頭就報入門班的課 因為他們發現入門班的老師啊 漂亮可愛 而且又有耐心 我完全不會像我這樣子 就上課一副啊 趕快想要把姿勢通常都對給你們這樣 他們會慢慢慢慢的跟你解釋 慢慢慢慢的讓你去了解 就謝謝大家 希望對我們課程有興趣的啊 趕快來報名 今年已經滿了啦 你要報明年的 我們下個班就明年4月 明年4月那個班啊 現場的人數啊 大概已經有10個人報名了 所以要強要快 入門班呢 入門班隨時都有在開 而且呢入門班有個好處啊 你如果先上入門班 再來幫你初階班有優惠 另外呢 上了入門班之後呢 你可以有上入門班名額的保留圈 你可以先跟學姐講 他們就幫你保留名額 就不用跟大家搶了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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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ç再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